01. 东野归吾在《解忧杂货店》中写道,人与人之间的羁绊是何等脆弱? 感情就像是一面镜子,只要它被打碎了,就无法重圆了。 感情就像是一团泡沫,多半是虚的,很少有时的,感情就像是一年四季,到了一定的时间就会发生变化。 人与人之间的情谊,真的可靠吗? 从理想化的层面来看,情谊确实是人类身上最为美好的事物。 能够拥有长久情谊的人,绝对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的人。 而从现实的层面来看,情谊往往不可靠。 今天有可能是你浓我浓的依恋,明天有可能是反目成仇的憎恨。 一切都会发生变化。 就拿生活中的亲戚情,同学情,以及朋友情来说,你觉得这些感情到底值不值得我们信任呢? 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,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一份感情, 但你可以在感情浓厚的时候享受它。 所有的感情,都有消逝的那一天,我们所能做到的, 不过是珍惜那温馨的分分秒秒。 当然,如果它注定是虚情假意的, 那我们就没必要过分珍惜了,放手就好。 02.所谓的亲戚情,往往特别浅薄。 有人说过,亲戚,不过是一群熟悉的陌生人而已。 由于我们与之存在一定的血脉亲情,所以特别熟悉。 但是,由于我们与之没有太多的往来,且容易产生矛盾, 所以,亲戚多半只能算作陌生人。 对待亲人,要有亲人的情分。 而对待陌生人,又要有另一套做法。 当亲人和陌生人这两个身份结合起来的时候, 相信很多人都会手足无措,不知道该怎么应对。 有些人选择盲目对别人好,恨不得掏心掏肺, 把全部身家都给了别人,那算什么呢? 只能算是自我的天真愚昧罢了。 有些人选择保持一定的距离,不要跟别人走得太近, 既保全了自己,也尊重了别人, 反正一举两得,何乐而不为呢? 要知道,在这个感情浅薄的人世间, 你对别人越好,别人就越会伤害你。 所谓我本将心向明月, 奈何明月照勾曲,就是这个道理。 不管对待什么亲戚,差不多就可以了, 如果入戏太深,会害了你。 03.所谓的同学情,往往特别浅薄。 什么是同学? 就是同一个学校的学生。 当然,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解释, 那个被迫束缚在某个环境当中, 而不得不认识你的陌生人。 像同学之间的感情,其实特别矛盾, 你说不好吧,但你和他在年轻的时候, 就是很好的兄弟或者姐妹, 你说好吧,可毕业之后就各奔东西了, 再后来,哪怕再见面也成为了陌生人了。 年轻的时候, 我们会特别注重所谓的同学情分, 认为一辈子两兄弟, 一辈子两姐妹。 可是,所有的想法都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罢了。 当我们上了一定的年纪, 或者被社会毒打过之后, 自然就会清晰地认识到, 所有的感情都不过是一场戏, 我方唱伴你登场, 各自都带着令人看不透的面具, 没啥意思。 就像那所谓的二十年同学聚会, 三十年同学聚会, 以我再度相见, 也终究互不认识, 只能相互打趣一番, 然后匆匆离开, 江湖再见罢了。 做人, 没必要把所谓的同学感情看得太重要, 该珍惜的, 我们自然要珍惜, 而不该珍惜的, 哪怕以往再亲近, 也不妨互助安好, 彼此尊重。 零四, 所谓的朋友情, 往往特别浅薄, 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,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朋友? 真正的朋友, 应该是相伴在我们的身边, 和我们一起向前走, 互帮互助的知有知己, 而并非是酒桌饭桌上面的狐朋狗友。 但是, 在今时今日, 狐朋狗友太多了, 而知己知有太少了。 说得难听一点, 有些人一辈子都遇不到知己知有, 又何谈享受过朋友的感情呢? 这世间最为虚伪的感情, 莫过于逢场作戏的朋友之情。 你总是骗着我, 而我也一直骗着你, 双方骗来骗去, 还损耗精力和时间, 特别没有价值。 有些人看到别人高升了, 就把别人当作朋友, 满是阿谀奉承之意, 没必要。 有些人看到别人有钱了, 自己就拼了命地靠近别人, 跟别人套交情, 很卑微。 有些人看到别人发迹了, 就把别人当成是自己的真朋友, 毫无感情可言, 真廉价。 所以说, 对待那些没必要的朋友之情, 狠心抛弃就好, 没必要过分纠结。 05. 写到最后。 谈到这里, 相信很多人会说, 如果连亲戚, 同学和朋友都不真实, 那我们不就活成了 孤家寡人的模样了吗? 人生, 本就是一个不断活得孤独的过程。 就像动物界中的羊群和孤狼一般, 年羊才会一直想着合群, 然后等着被狼吃掉。 唯有孤狼, 才会盘踞于山林当中, 成为真正的霸主。 想起这么一句话, 明知道靠过去就会受伤, 我们还是一意孤行, 哪怕受伤也怨不得别人。 做人, 没必要过分纠结没价值的感情。 你热情, 我也热情, 而你薄情, 那我也薄情, 或不拖欠, 自此为戒。 仅此而已。